由小油坑往七星山的步道两侧 坡都较陡,土壤层较薄 这个地方因为长期受到东北季风 强烈的催起影响 这里的木本植物不容易生长 主要是以草原生态为主 眼前的这一大片草原中 最主要的植物有两种 它们就是芒草和建筑 芒草喜欢较干燥有阳光的环境 是一种有着强韧生命力的植物 可以生长在其他植物不能忍受的环境之下 在小油坑噴气孔周边的芒草族群 因为受到火山地热高热强酸的影响 它们的植树比其他地区的芒草要矮得多 而每年约从9月开始 便陆续绽放出红色的芒花 形成独特的景观 养民山的建筑叫做包拓始祖 是因为保护幼笋的唾液 在长大之后不容易脱落而得名 包拓始祖是台湾特有种 喜欢较湿冷的环境 在园区内海拔800公尺以上的坡面 形成广大的建筑草原 虽然芒草与建筑在外形上有一些相似 但在野外生存竞争时 所采用的策略完全不同 芒草每年都会开花结果 靠着种植繁衍下一代 建筑则利用地下金产生新的植株来繁殖 很少开花 不同的生存策略 让这两种植物在亚明山国家公园境内 各拥有生存空间 大自然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在这两种植株来继续